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 寶石橋 從來就沒有認真的拍過 寶石橋 OK寶石橋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來看寶石橋 這個下面的走水溪 這個叫敲波石頓 現在水勢如何 好 稍微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 時常走 就比較知道這個地形 今天水勢看起來非常的大 不是 是非常不安全 不是不安全 是非常不安全 你可以看到那邊 這一塊 其實之前 我有帶我兒子去 這一塊撿石頭 就在靠旁邊 這邊都是石灘 你看那邊 中間有一個石灘 中間那裡有一個石灘 有沒有 所以本來這裡 中間那個石灘一直靠旁邊 中間那個石灘一直靠旁邊 全部都是可以走的 可是今天全部都是水 非常的非常的 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大的水 雖然 這個還不是最大的 最大的話呢 就是 應該要淹到那個岸上 淹到那個草那邊去 淹到草那邊去 好嘞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水是 很兇 兇湧 然後 掉到水裡 一定是撞得稀巴爛的 看一下 好像看到一顆黑膽在下面 在這裡 通常是撿龍蚊石的聖地 這附近 這附近都是撿龍蚊石的 好 那你看那個 調近一點給大家看 有沒有 那水是非常的 歡喜洶湧 好 真的是 佐水溪 佐水沒有錯 佐到一個不行了 佐 好 換另外一邊來看看 小心有沒有車 好那邊 那邊還有車子 可能 有人要下溪去 去 去撿石頭嗎 蠻懷疑的 看一下有沒有人在溪裡面 應該不會吧 這種水是下去的話 簡直就是 不要命了 好 你看 阿本來這邊 這邊 這邊 這邊也都是撿龍蚊石的一些 我常常常會 來的地方 這邊有很多龍蚊石可以撿 好 那包含這個岩岸 好 還有羅西石 好這樣子 黑膽 黑膽石啊 一些其他的雅石啊 黃絲石啊 之類的都有 好 都在這邊 今天水還是蠻大的 那邊啊 烏鴉在那邊飛 小小烏鴉 那個是烏鴉嗎 好 那 好像好像都 都沒有辦法下去的感覺 齁 所以這個 就 待在岸上 比較安全 那我不知道這個水 到底要幾天才可以退齁 可能 搞不好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退還 還沒有辦法撿石頭 齁 為什麼 因為那個爛泥全部都覆蓋的 齁 那稍微要等它乾了 然後 泥沙從石塊上脫落 這樣才比較容易看得出 什麼石頭 齁 尤其是你要找龍蚊石 這個泥沙覆蓋 基本上是看不出來 那個叫龍蚊石的齁 你看 那邊是 明河明隧道 好 然後這邊是洽波石 好 那 從這邊的小路 一直通通通上去 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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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 會繞到 雙龍 所以這邊如果有一條路堵住了 就要繞山的那個山路 那山路 這樣子繞上去 這樣子 從這邊繞繞上去 然後這邊一直 這邊有路可以一直繞 繞上去的話 就會到那個 上面那個人和村 那邊 齁 好啦 我是石頭老師 榮哥愛博特 今天在 敲波石這邊為大家 現場直擊 這個滾滾泥流 齁 好 待會見囉 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分享 齁 好 拜拜